然後呢 就展開今天的賽事 在這裡 再一次啊 向所有 十三鄉鎮的 運動選手 及各位代表 這是一場君子之爭 希望大家 能夠在運動場上 結交更多的好朋友 在縣長傅寬奇 市長田志軒的共同剪彩下 花蓮市的大城故事館 正式的開館啟用 館內有許多珍貴的照片 以及文物 都訴說著 當時大城一包 來胎時辛苦的過程 而縣長傅寬奇 也肯定施工所 為大城文化所做的付出 並鼓勵花蓮相親 有機會到故事館 認識大城文化 在縣長傅寬奇 市長田志軒的共同剪彩下 花蓮市的大城故事館 正式開館啟用 館內有許多珍貴的照片 即文物 訴說著 當時大城一包 來胎時辛苦的過程 而縣長傅寬奇 肯定施工所 為大城文化所做的付出 也鼓勵花蓮相親 有機會到故事館 認識大城文化 臺灣有這麼多的地區都有大城村 但是擁有大城青山雪淚的過千史 把它建立成故事館 在全國來說 各個縣市倒是非常難得少見 只撥了256萬給施工所 但是我們正希望 我們現在虎視工所 大家都是一家 為基層相親人民 我們能夠做一分 我們就盡一分的力 讓所有所有 我們花蓮的這些在地的歷史 背景文化能夠好好的傳承下去 另外非常重視各項文化推動 及傳承的縣長傅寬奇 先後參加了原住民木雕特展 受封原住民美食嘉年華活動 永安石友會 以及103年老人終身學習 才藝成果展 肯定各界對文化傳承的用心 縣長傅寬奇也特地前往致意 除了一一向鄉親們握手致意 更肯定鄉公所致力推動 冤民文化的用心 我們全力推展花蓮的賞食藝術 能夠讓大家 能夠討厭我們的性情 增加我們生活的 這樣的一個 多元化 夫婦化 讓我們的生活更加有品質 也讓很多 來到花蓮的朋友 能夠了解 花蓮的賞食藝術 藍食藝術 在台灣是首屈一指 希望 以後他們要切磋 就到花蓮 來跟大家一起來 開啟一堂 只要老大人 願意啊 來參加眾生學習 都有齁 都有朋友給大家報名來參加 這個也是在台灣非常難得 因為啊 我們有18個點 來推動 老人長青 能夠讓老大人們 跟這個時代的脈動 時代的脈動 能夠緊密的結合 來眾生的學習 不管是在家庭裡面 還是跟我們的兒孫 都能夠 與時俱進 不會啊 有太大的 代溝跟落差 高雄氣暴事件 在大家心中 留下了陰霾 而花蓮在 11月17號 傍晚也發生了 油管的爆裂意外 因為包商進行了 例行性道路刨除工程 不慎挖斷油管造成 對此 縣長也強烈要求 事工單位 要確實的做好 安全檢查 避免意外 再度的發生 高雄氣暴事件 在大家心中 留下陰霾 而花蓮17號 傍晚也發生了 油管爆裂的意外 因為包商進行了 例行性道路刨除工程 不慎挖斷油管造成 對此縣長強烈要求 有事工單位 要確實做好安全檢查 避免意外再度發生 在華東大橋 在工人進行 路面改善工程 逃除的深度只有5公分 但竟然只有區區的5公分 這是一般性地形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 結果發生了這個挖道油管 並且發生爆裂起火的 相關的情勢 在高雄氣暴發生以後 我們有追尋 所有在地的這些單位的管線 但是我們對軍方的管線 到底是路線是如何的埋設 我們地方政府啊 沒有辦法取得相關的資料 而今天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個單位承認是他們的管線 我們要請相關的這些鑑定單家 來這裡鑑定 不必把管線單位 必要把它找出來 此外2014年 台灣自行車登山王的挑戰 在11月15號登場 共有來自28個國家 473位的車友參加 包括交通部長葉匡時 立委王廷生 以及縣長傅昆錡等多位貴賓 都到場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自由車節 能夠再一次啊 邀請全世界的一流好手 來到花蓮 花蓮是全世界最適合 騎自行車的天堂之一 尤其這一次 從七星潭到五嶺 一百多公里的這個過程當中 都是非常艱辛的路段 充滿了挑戰 我們再一次啊 對所有來訪的國際的這些主要的選手 表示熱誠的歡迎 希望大家來到最美麗的花蓮 在這裡不只可以騎乘自行車 還可以來參加這裡的路跑 我們再一次表達 歡迎我們交通部所舉辦的國際賽事 以上是103年11月份的今日花蓮縣政報道 感謝您的關心 感謝您的支持